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让我们看到在他们心中的那一块本类板 记者 陈婷宇 赖炳环的报道 相对的 守备的人 他只能听球的声音 他的声音不能被磊包的声音拉走 帅 我觉得这大挑战应该是信任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明远人跟盲人的运动 一 二 三 得分了啦 就很难想象他在一片黑暗的时候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全力的冲 然后去撞那个雷包 然后他知道他自己可能就是 也会有运动伤害什么 可是他就觉得说 这是我很热爱的运动 当中华职棒因为假球案陷入低潮 试图重新迎回球迷的信任时 恐怕很少人知道 台湾有支盲人棒球队 连续三年拿了世界冠军 全国冠军取得国家代表资格 这个算是大会的总杯 总指杯是要连续三年拿下 冠军才可以保留 盲棒与一本棒球最大的不同 就是投手 骨手还有打击者 都是同一队 一 三 五 三 投手还捕手是明眼人 打击者则是拳盲及视障人士 戴上眼罩得先用手 确认本蕾板的位置 接下来不论打击 陶蕾或是手臂 全都得听声变位 一 三 五 就是跟投手平常多练习 然后听胎米 算胎米的速度 这样挥棒 我们要设计划 挥棒 设计划 挥是胎米要算准 对 好 我们现在拉那个一百尺了 他不是就想要把球来的 然后声音 声音的经认很大 他们去自己 引导出一个影像在面前 他看得到那个球 只是他们看得发现不一样 但我们不是用眼睛看 他们是用他们的声音的耳朵 跟他们的想像力 去把那个球的影像做出来 所以我就真的还蛮生气的 我听他讲完说 原来他们也可以看得到 只是他们用另一种方法去看 投手球到本类板距离四十尺 本类板到垒包一百尺 拳的打线则是一百八十尺 这些听来稀松平常的数字 当你戴上眼罩 站上盲棒球场时 就成了最遥远 需要百分之两百勇气和坚持 才能克服的距离 不要说明眼的想法 就算要让盲人说 你现在看不到 你就跑吧 你也很怕 所以盲人选手 其实要训练 要训练盲人选手 必须要克服他心理那种 那种心理障碍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会撞到我怕撞到 那不走就开始走到 要毫不犹豫的打击 铺向垒包 需要多少的坚持和勇气 刚出生就被父母打包 丢弃在原山饭店后头的邱文生 而逮捕的他在户外熬了两天 没死 坚持着 等外公外婆找到他 带回南部抚养 命是捡回来了 却才是挑战人生的开始 小时候在南部 因为都会被欺负 因为看不到 然后那个 一些乡下的人 他们也不懂 他们可能就觉得 你是上一辈子造孽 或者是说 你生来就是少走心 之类的 然后 小时候其实蛮常被 童年纪的人欺负 就是如果靠近的话 要打架都还打得赢 就瞒起来揍人 揍得赢 可是他们就 小孩子很聪明 他们后来就知道 反正我看不清楚 所以远远的 他们就拿石头丢 这样我就打不到人家 人家打得到我 所以那时候 我要离开南部的时候 我要来台北求学的时候 我想 不功成名就 就不回去 饱受欺凌的童年 养成了秋文生 倔强不认输的个性 偶尔的失误 他会懊恼地猛垂草地 其实他的手背 几乎无懈可及 几次出国比赛的表现 让外国人 怎么都不相信 他是全盲选手 基本动作很扎实 所以美国人常常会 检查他的眼罩 到底是偷看吗 有没有偷看 事实上他是全盲 他一直检查他 为什么检查他 怎么可能这种球 会抓得到这样 当年誓言要功成名就 回向了孩子 长大后发现 人生的挑战似乎没完没了 大学毕业后 当他决定考取 街头艺人的证照 自食其力同时也为了 有更多时间 投入盲棒练习时 一手带到他的阿公阿嬷 说话了 我外公跟我讲 你真的让我很伤心 他跟我讲了说 你做街头艺人 跟做乞丐很像 然后后来就去找了一些 前辈就了解 然后前辈他们的开导 他们就会说 其实我们也不是 我们也不是伸手 跟人家要钱的 我们是用我们的 我们学 我们练的东西 我们学的东西 那去做表演 努力在生活的现实 和盲棒练习的理想中 找平衡点的 不只有球闻生 在台中开计程车的林春佑 十多年来 每个礼拜开车 从台中到台北 就是为了和市长朋友们 一起打球 他在我们帮帮里面 共青是怎么办 他在我们帮帮里面 错了 所以你要好好帮他 市长朋友要走出来 尤其是运动 更是不容易 他们却愿意走出来运动 是满感动的 获胜 拜拜 好 球场上的教练和选手 球场下 是一生的朋友 每一位盲棒球友的背后 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 然而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最美的意义 四个世界冠军 这四个世界冠军 都从台湾到台湾 恭喜台湾 恭喜台湾 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 全场的人都跳起来 有些滑桥都哭了 尤其是七八百个外国朋友 全场的人站起来 为我们台湾队 然后鼓掌了十几分钟 哇 真的是很感动 很感动 然后又很为这些市长朋友 骄傲 我觉得 因为你们很努力 让世界 让外国的朋友 外市长朋友 都能够对你们很赞叹 很钦佩 我以他们为荣 我是被他们批音 连续三年世界冠军 打响了台湾盲棒的名号 然而并没有解决盲棒推广的困境 经费困窘 球员不足 都让盲棒只能靠志工的热情 辛苦支撑 因为经费还是有限 我们总是 大家都是看家 要抽抽到这种经费都很富融 都凑七凑 然后再稍微有点像样 有时候都凑不到 像两千年七零八 我们就抽不到的经费 所以我们去 仔细看看 台湾从2004年到2006年 拿的三座世界盲棒冠军奖杯 怎么一年比一年小呢 当选国际盲棒协会理事 也是台湾唯一代表的王晨光说 盲棒的困境似乎举世皆然 每年的经费都募得非常辛苦 然后政府给我们的一个 政府给我们的回应都是说 因为你们这个项目不是奥运项目 所以政府没有办法补助我太多 他们很想要真的很想要继续玩 可是他们的生活 比如说他是从事按摩业 或是他是调音师 那他的手指头很重要 假设他今天在那边受伤了 就惨了 所以慢慢有人会退出 有人会因为年纪关系没有办法玩 或许早已习惯生活的逆境 盲棒虽然处境艰辛 但凝聚率却从没降低过 这一天盲棒球友和志工们 经过半年的努力 终于借到了台北小巨蛋旁的足球场 举办国内盲棒赛 凑足五支球队 难得的让老中青三代球友齐聚一堂 我以胜部交拜布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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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仗朋友们平常就得面对 具挑战性的人生 但一旦他们愿意走出来 站上球场 他们其实比一般人更获得 雲豹 加油 雲豹 加油 雲豹 雲豹 加油 加油 正常慢慢來沒關係 好耶 3 1 抓我 抓 抓 抓 不錯喔 正常 至少我們打出去了 他們不會特別去提及 就是眼睛的缺陷 然後就會拿眼睛來開玩笑 或是什麼就是他們好開放 好開心喔 然後比如說碰不到雷包 他會說喔 你是眼睛看不到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說對啊 我視障 台灣的盲棒就這樣在帶著淚水的笑容中 度過了14個年頭 練習的心酸 得分的喜悅 一群互相扶持的朋友 點滴都在心頭 擔任調音師的賴智傑寫了歌 來分享盲棒一路走來的喜愛樂 也在失望 也在絕望 也在一切像遺忘 幸好有你在我身旁 讓我充滿力量 不畏天心 不怕困難 更不怕那風雨大 當希望來臨的那瞬間 我們並肩肩一起穿 但跑在最高的地底線 是我最美的心願 但太陽神奇的那一天 不怕就在眼前 預備 二 三 二 一 歐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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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盲棒球友們 仍在為八月份參加世界盲棒賽 奔走籌備經費 他們說會努力到最後一刻 因為雖然看不見 但心中的本蕾板 依舊在眼前 2010世界盲人棒球賽 八月一號就要在美國 明尼蘇達州舉行了 祝福台灣的盲棒球員 能夠順利募到機票 並且拿到號稱機 獨立特派員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再會